今天来聊天通话短片 看一看女嘉宾生活中的样子 1937号女嘉宾张女士 66岁 沈阳人 离异 企业退休 有住房 儿子已婚独立 大家好 我是一位温柔善良的女性 今年66岁 我的名字叫张青 我是一个普通的女人 每周都去做礼聊 平时在家手势手势家务 做做饭 溜溜玩 我平时喜欢少油少盐 喜欢素食 我做面食超级厉害 特别好吃 我做的馒头都是手工做出来的 比卖的好吃 我不会跳舞 但我会唱歌 你们想听我唱的歌吗 阿姨 那您觉得 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我是一个温柔 善良 挺顾家的女人 我也比较有耐心 谁要跟我在一起老幸福了 一个人的生活是寂寞的 两个人的生活 我才是幸福 我在这寻找你爱的选择 我来了 当然是我们隔空对隔 这位咱面对面对个隔吧 行不行啊 行 二位合作来一首 好吧 来 谢谢大家 出赚 住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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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衬尾的月亮 生肠了天空啊 为什么旁边没有君彩 只要哥哥你耐心地等待哟 你心上的人儿就会跑过来哟 他唱得非常的动情 而且我觉得男嘉宾不管会与不会 妄言妄词他都能跟着你一块去唱 我觉得这种感觉非常的好 我曾经遇到一个人 就是他和他的老伴 也是上歌厅去唱歌去了 老伴唱歌老头都睡着了 真的给唱睡着了 但是他还不敢趴下睡 他就这样戴个帽子低个头 其实他已经睡着了 实在是不感兴趣 那那个大姨会很伤心吧 对啊唱完之后给他摇醒 不是 真好 我觉得这个像摇篮曲一样 那真是在他的歌声里 进入到一种安宁的状态 但是如果真的是两个人 他都感兴趣对不对 都愿意唱 我觉得这挺好 没事 你唱歌家也好 出去也好 俩人你唱我也跟着 对 这样在一起才会有生活情调的 你唱一喝的 非常得好 接下来给彼此打个分数 首先男嘉宾跟女嘉宾打个分数 96吧 女嘉宾跟男嘉宾打个分数 96 96 好 接下来 想让咱们座员外面聊就行 刷萌萌萌萌萌 你是在什么渠住 现在在铁西渠 原来在和平了 家有几个孩子 就一个女孩 一个女孩 没有奶 我是喂奶的爸爸 那你说又当爹又当娘 也挺拿的 不容易的 那时候也是毕业 那没办法 妈妈就没奶 我再懒脸 你就咱看孩子也不能那么好叫 我经上牛奶蛋去给她买奶 那你那个选择再婚 你女儿知道不 我女儿不跟我来往 那她要是知道了 她会反对不 参加工作了之后吧 她就上他妈去 但是跟我完了 就没来往了 但是我一点不挑这事 但是想一想这事吧 心里都有点不得劲 那说明她对孩子一点还是弱点 如果最好的话 还是肯定说好 不能说她妈 那毕竟从小的时候 她离开她妈了 你是她爸爸的 好 接下来咱们一通短片了解一下 男嘉宾的感情经历 我与爱人是经人介绍印识的 相处不久我们就结婚了 我跟孩子她妈妈在结婚之后 有很多意见不一样 她的脾气特别火爆 有的时候就是发些脾气 但是我岳父岳母对我非常好 所以说我为了感激岳父岳母 就等了孩子 上大学之后 我们俩儿就离婚了 现在我单身二十多年了 这几年我也想了很多 一个人的陈爹也让我清楚 自己到底想找个什么样的人 共度余生 我想找一位女士 她热爱生活 性格好 为人民正直 谁要能选到我 我相信我们的家一定过得很久